咳嗽咳不停到底是感冒还是气喘发作 马街儿童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高宇璇主任表示 气喘患者平时可能没有明显症状 但不代表已经痊愈 一旦碰触环境隐藏感染、刺激物或过敏原等 便可能诱发严重的急性发作 气喘是一个常见而且可能很严重的一个慢性病 那最常见的症状应该就是慢性咳嗽 就是九颗哺语 咳嗽同时常常合并有胆阴 所以这些痰就是发炎而导致累积的 这些痰着急很久也可能像肺炎一样造成肺塌陷 这些痰最后会导致我们呼吸到通畅的地方阻塞 肺炎比较近近不去就开始会呼吸几处 小孩会给你说我醒 妈妈我醒不到气 这时候它也可能会造成一些肋骨 还有胸口的一些凹陷的地方 那导致胸闷呼吸困难的症状 那如果阻塞以后 有些会听到咻咻咻的声音 但是眼网如果塞得很紧 可能什么声音都没有 就是完全没有呼吸到 就没有通道了 那所以气喘可以平时没有症状 就像第一个Case的关系 几乎平时没有症状 但是呢 它也会因为感染刺激物或过敏 或像我们最近的天气又疤 而导致它就渴了 然后不能睡眠 然后生长都会受到影响 那严重影响病人的生活 也影响我们家人的生活品质 有一些心理的一些困难 那最后就是再提到 我们的 这千五名就是 第一名还是病毒感染 第二名就是沉满 第三名的话就是气温积蓄的变化 第四名就是空气污染 尤其像二手炎三手炎 那最后第五名的话就是病人的失误 那最后就是要讲气喘控制三要点 留意症状发生的频率 定期挥整 规律有药 那最后就是原理过敏 原汗有发物 那当然就是空气就是规律的运动 然后不要让气喘控制 让我们好好控制气喘 儿童或青少年时期 气喘若反复发生恶化 会增加长大后罹患成人型气喘的几率 要避免气喘反复发作 唯有遵照医嘱及良好的卫生习惯 才能让病情获得最好的控制 尤其我们按照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 所曾经做过的健康法文调查 未满12岁的小朋友 气喘的盛行率有5.6% 而且一年内会因为气喘发作 急诊区救育有9.2% 所以我们希望说大家想要家长们 在平安小朋友的时候能够多注意 控制他们 不要让他们常常反之发作 帮它影响生活品质跟身体的健康 那么局长也 前面有局长热病呼吁家长 注意跟远离诱发气喘发作的 前五大肝染源跟刺激物 包括病毒感染 沉满气温的急剧改变 和空气污染 还有冰冷的食物 并且来遵守那个气喘的三样 别让气喘来控制你 那尤其感冒呢 是因为上呼吸到感染的 病毒感染所导致后 它有时候症状会跟过敏有点接近 所以感冒气喘 我们很接近的时候 情况就是我们还是要寻求专业的医疗资源 来帮我们做一个鉴别诊诊 卫生局表示 相关儿童气喘照护资讯 欢迎民众到台北市政府 卫生局Podcast来点健康室 收听这不是感冒宝贝三大气喘特征 别忽略 一同关心孩子的健康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